请问何老师,您是在什么样的领域底下进入茶的领域? 我被投入到茶的领域是发现到我们人生开门七件事当中,茶是其中一个主要的元素之一。 在投入到茶的领域当中,又发现到它不是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普通品品,它不仅还有产业的知识,它还让我们看见文化、艺术跟哲学,它拓展了我们的事业。 再请问何老师,您为何在社大开普洱茶这门课? 因为普洱茶呢,它是个千面女郎,它在不同的时间,年份,还有它的顶型,它扩展的内容,是都会有在不同时间,都会有不同的展现。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里头,人们都在讲普洱茶,但真正会看普洱茶,拼命普洱茶,了解普洱茶的人又有多少。 所以,很荣幸在这个社大有这样一个平台,开放给社区居民有终身学习的机会。 所以呢,我们就把这个普洱茶这样子的一个知识呢,透过这样一个平台,让大家有对普洱茶一个正确的认识。 那么,您如何来教这门课? 我的教学方式会偏重在做中学,让学员们经由这个实际的体验当中,透过实际泡茶结合到茶学知识。 让他们在很短的时间之内,快速地学习到如何泡一个好的茶,以及了解茶如何的实际运用。 在现场直接评评不同的茶种,它的笔形,还有盐分,还有味道,还有水。